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总共有14家传统零售以及美食店家参与 建构专属品牌论述 让改造后的店家就是在地景点 从品牌到装潢以及产品包装设计 都是生活美学 刊业近50年的米古两行 透过更名定位与强化特色 插两形象再造空间 台北市政府辅导在地潜力店家 透过创新形态营运模式 联合传统历史与当代创意 激发店家独有魅力 迪化街成功必须要一半的功劳 给商业出了 这是事实 我们是不是给他鼓励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迪化街在 我想试诚非常清楚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南北货一直往下降 对不对 那店租一直往下降 那后来因为造起来之后 那加上一些活动举办 尤其那个年货大街或说其他的 那个造起来文创进入之后 整个迪化街房租就涨了 那我想 那个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想顾问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它造成繁荣 那繁荣哪有可能 房租不涨的 不可能 这个就是商业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那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支持 我们台北市的造起来 那刚才听了主持人讲的 一百七十一家 非常的不简单 感谢您 感谢各位 各位 感谢到三天 我们台北市商业产业会 分布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 我们现在有53个理事长在里面 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优质的平台 跟工部门做一个对接 那我们也积极在参与店家造起来 我想这个天理都知道 我们非常支持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引进各位的idea 进入我们的商圈 进入我们的店家 让我们的商圈店家 能够比现在更好 疫情之后 我想慢慢在改变当中 消费配比也在改变当中 只要是你是民生必需品 现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那非民生必需品还是有机会 那只要遭做改变的话 都会影响繁荣的未来 23家行店日前在大道城创意展秀 透过师傅的再造计划 翻转品牌成就形象 行速台北街景特色 也有不少店家虚实整合 线上线下行销并行 日历风格就来到了幻华 他们家的特色是每个礼拜 都有从产品新鲜持送的名 所以他们家的饼是最新鲜的 他们也想要饼要吃新鲜的才好吃 所以我们说他们是这个 幻华老街坊的鲜鲜鲜 鲜鲜 那原本叫义丰商号 义丰也一定要注册不了商标 所以新的名字叫日义丰盒 把义丰两个字包在中间 那我们保留他们很珍惜的 这个老的招牌 原来这个新一代街坊的 屋西党也曾经在这边看到的结婚场 我把老招牌保留下来了 但是整个店铁 像它的下面原先就是 比较凝乱 比较破旧感 但现在我们要有任性 而且把第二个 股票也就是打理的这个 这样的屋头保留下来 我知道在过程中我们先了解 在招的精神是要做什么 接下来在了解过程之后 那我们店家里面的特色跟营造 以及怎么让我们店家里面的 整个经营的团队 包含我们的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要取得共识 把我们的特色做一个呈现 那当然这中间也需要我们团队 这边的持续一个辅导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北市是一个商业发展为主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产业其实以三级产业为主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的资料 百分之76的店家 百分之76的一个登记 其实都是我们三级产业的一个店家 那营收呢 升级达到八成以上 都是我们三级产业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跟商业息息相关的 不管是我们的零售或是餐饮 在今年的一个成绩 其实都已经超越了 往年的疫情前的一个成绩 不管是营收等等 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各个产业 跟我们团队 跟我们相关的店家 共同的努力才有这个成绩 那这边呢 也再次的感谢大家 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知道 再起来 造起来计划的目的呢 是希望说 思考我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店家 不管是我们的产业的 或者是说我们的美食的也好 那它在整个好的一个产品之外 还需要有更多更多 步道转型的问题的时候 需要有大家的一个帮忙 所以才有造起来这个计划的一个产生 那也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点线面串联起来 刚刚提到这些成绩 其实再造是针对点的部分 是最重要的重重之重 那另外在商圈的辅导呢 我们也透过不同的一个活动 以我们迪化街来讲 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 已经经过多年来 我们已经打下一个很重要基础的年货大街 另外我们也透过补助案 也让商圈营造不同的一个补助成绩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来帮忙我们各店家努力的各个方向 以再造的过程 把我们店家里面怎么把体验这个作为 纳进去 以我们迪化街这个 我看了一下资料 我们的麻油的一个古兔 李久英 其实它本身有好的一个麻油的油油品 那我们除了是各个面向的一个辅导之外 特别把这个体验的部分给它融入进去 怎么去打油 这个动作其实就让我们回去小时候 只要厨房这边听到一个声音去打油 那我们就知道要去拿一个油品 到油店里面去打油 这都是我们儿子的一个记忆 但是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那未来也这些都是体验型之后 那另外也增加更多更多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行销类别 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造起来这个计划 也会持续来推动 有来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推动 台北造起来计划 至今福到171个店家 以大道城传统老店为起点 逐步扩散至万华区 带动街区发展 改造从城市记忆 人文美感的创意装点和互动设计 彼此串联成有趣的油城 扩散观光效应 新启动 根据资料推估台湾大约有30多万人 正遭遇到沟通上的困扰 这时候辅助沟通系统AAC 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AAC影音创作比赛 让更多人了解AAC的重要性 脑性麻痹的阿航虽然可以理解日常对话 但开口发音对他来说很吃力 透过辅助沟通系统AAC 从图卡及文字点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重障碍的红红 则是用眼神从图卡中选择想吃的点心 想看的卡通 因为有了可以自我表达及做选择的机会 红红现在可以更有自信的和人互动 红红它本身的话 它说话上面是有障碍的 它没办法说完整的句子 它只有几个单字 它最常使用的是M这个词 可是M这个词对它来说 就有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异性 但是有时候这个M的词 让我们在判断上选择性还是有点少 所以它有一些如果透过单字的发声器 或者是图卡的包子 我们就比较容易很清楚的知道说 它可能要四个学校里面 它喜欢哪一个 它目前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AAC影音创作比赛 共有19件作品参赛 获奖作品以动画、短剧、类纪录片等多重形式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AAC 以及如何帮助使用者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用娃娃大哭来表达他肚子饿 或者是想要妈妈抱抱 那长大了之后 我们会用口语来表达我们的需要跟想要 可是有一群身心障碍者跟 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助沟通的系统 那辅助沟通系统的内容呢 可能包括图卡或者是点读、打字、吹息滑鼠、凝视版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辅具 协助他们把自己的想要跟需要说出来 让他们获得跟外界沟通互动跟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也很感谢呢 今天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AAC沟通平台 然后影片介绍的颁奖典礼 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社会上有一群可能没有办法顺利沟通的人 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具的帮助 跨出跟人家沟通的那一条障碍 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在社会上 与人家接轨跟沟通互动 那促进整个社会融合 第一社福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丧失语言能力 不代表只能过着孤独或沉默的生活 经由AAC的支持 有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 也能够和他人沟通互动 自信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想法和情绪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圣诞佳节将到来 在充满感恩和温馨的时节 信义曲公所跟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举办2023圣诞主题音乐剧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 用满满的能量和热情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2000年前的伯利恒小镇 耶稣的诞生场面 宣扬圣诞意义 还有圣诞节家家户户的温馨故事 这是国际青少年联合会的 职工们带来的演出 结合信义曲公所举办的活动 带给大小朋友圣诞的欢乐氛围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可以跟我们 这个IYF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来合办我们这个圣诞主题的音乐会 那这个圣诞主题音乐会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到了年终岁末 接近这个圣诞节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音乐剧 那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 我们这边所有来演出的 都是我们的海外的志工 是来自好多好多个国家的 所以今天下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过一个非常充实 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午后 欢迎各位我们新义区的居民 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天下午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参与 今天这一场音乐剧的饗宴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这是我们新义区公所 搬到这个新职以来 第一次在我们这边办这样一个大型的音乐剧的活动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IYF全力的支持 大家在开场的时候 其实应该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这些国际青年之工 非常非常的热情 也非常的温暖 那他们呢 在这个每一年年底 接近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就会举办这样子的全国巡演 那今年非常荣幸 我们的首发场就在我们新义区这边 那我想今天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道具啊 然后各位各种这个表演 都非常非常的扎实又精彩 今天会有两场表演 第一场是圣诞节的意义 耶稣的生命 第二场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家庭 他们的心和为一 家庭的心和为一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和睦的一个 主人公是安娜的孙子 这个主角是一个叫做安娜的孩子 他也常常开玩笑 也发了很多的一些事物 然后他就是发现了家庭的珍贵 然后让这个家庭变得和睦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很多人他们知道年末是圣诞节 但是这个意义是却是误会了 它的这个意义 因为不太清楚的关系 所以看这样的表演的话 那真正的圣诞节的意义是 我们所拥有的家庭是有多么的珍贵 会让他们的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 有很多人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巡回表演 美国也有这样的巡回表演 很多人都受到了感动 我的想法并不是最重要的 要去理解对方的心 然后让心扯为一 然后得到了很多的变化 希望各位可以这样子去看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们 用热情的心灿烂的笑容和满满的活力 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远渡重阳来做公衣服务 目前幕后包括道具服装都亲自筹备 借着海外国际活动与世界接触 同时也培养国际意识 观赏者也借着音乐剧感受圣诞欢乐氛围 找到属于家庭的文心记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湾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人罹患糖尿病 为了导正国人对糖尿病的迷思 鼓舞唐友们接受糖尿病翻转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表扬长期勇敢 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获得杰出成就奖 分享他跟糖尿病相伴30年的心路历程 糖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获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举办 2023世界糖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杰出成就奖章颁奔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10岁就读小学三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糖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必须要一直缺席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就是知道这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碳水化合物之类 但是有很多的料理 它是隐藏的糖类 它隐藏的会让你血糖会变高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去靠一些经验法则 或者我们每次就是有回诊的时候跟营养师这样请教 跟一些护理师请教 所以我说这个控堂应该是一辈子的课题 那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像第一行我们打胰岛素的就是说 我要能够去抓到就是说 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它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素去把它压下来 对 就是去抓那个平衡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血糖不要忽高忽低嘛 对 然后那你说当然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 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喔 下一次我再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喔 我胰岛素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好阿伯 最近血糖不错耶 那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牛奶 会泡罗面包 会泡罗面包 泡罗面包太甜了啦 是喔 太甜了 夭壮啦 护理师 还打胰岛素 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吸药长期服用会伤身 且糖尿病照顾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友控制达标 所以健康维护跟随 就是说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破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我们打针是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示 医疗总治刚刚提到的 这个各项品质支付计划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下弄长道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 那还有什么 像领法健身俱乐部 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基层的角色也很重要 大家了解喔 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 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怪怪的 有个尿质喔 其实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糖高而已 就是血糖高嘛 那高血糖往往其实就是不会单独的存在 那高血糖它其实会合并且高血压 高血脂这些等等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的做所谓的诊治 可以好好做为维顾 可以好好的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希望透过颁奖表扬 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借由真实案例分享 激励糖友们与家属们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照护观念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竹联邦红人会三峡分会长成性嫌犯 在新北市开设刺青店做掩护 实际上却是拐骗中措失学少女 在以强迫拍裸照 电极等各种凌略方式逼迫卖淫 警方寻渲逮逮捕了12个人 其中诚信嫌犯等5名帮派成员 因为犯行恶劣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攻坚迅速压制在场帮众 并起出大批棍棒刀蟹 这里是新北市一处刺青店 竹联邦红人会成员诚信嫌犯 以此为据点吸收帮众 更诱骗未成年少女卖淫 如果有不从 就以殴打甚至电急诊方式 凌略逼迫 诚信犯贤 以及自清店 吸收 成年及未成年 男女 作为帮众 透过旗下帮众 简性犯贤 吸收未成年少女 并胁迫 从事卖淫 未成年少女 在其卖淫之后 若有不从 诚信犯贤 便指示 简性犯贤 在指挥帮众 将未成年少女 诱骗回其摊口据点 施以拘禁殴打 致死 未成年少女 心生畏惧 不敢逃离 不仅有多名未成年少女受害 想脱离帮派的男性被害人 也难逃毒手 不但被恐吓交钱 还被殴打拘禁砍伤 诚信犯贤 旗下帮众 男性被害人 想要脱离组织 不愿再替组织 从事不法犯行 诚信犯贤 便恐吓其帮众 交付新台币50万元 只能脱离组织 被害人不堪受辱 脱逃之后 诚信犯贤 便指挥帮众 将男性被害人 诱骗其 回刺经店据点 施以拘禁领 警方进一步说明 嫌犯诱骗少男少女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主要都是透过朋友的介绍 加入到这个 前往这个刺青店 可能与朋友在那边 闲聊攀谈或是刺青 辗转被 这个诚信犯贤等人 诱骗去从事 脅迫并从事卖 警方已经依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而受性剥削条例 及刑法伤害 妨碍自由与恐吓等罪嫌 将诚信嫌犯等12人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 陈贤等5人 因为犯行重大 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表示 将持续打击 不法黑帮 也提醒 为成年少年 要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随意加入帮派 以身试法 记者张启腾 采访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第四届台湾科学节 以基础科学开创未来为主题 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学 及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办 以五大科学博物馆为基地 结合科普基地 以及大专院校等合作单位 展现台湾基础科学能量 促进民众的关注和认识 小朋友学习学科学环境保育知识 边学边玩 丰富的科学展览包含科学实验秀 工作坊和互动演出等 让孩子深入认识基础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亲身体验科学魅力 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亲近科学 爱好科学 就是真正的了解科学教育 因为已经不是以前我们学科里面 我们可能会讨厌背诵 背读画公式 或者是数学背公式什么的 我们希望是用一个 就是让最接近生活的方式 然后用有趣好玩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科学好好玩 从今就是可以喜欢上科学 那我们也引进了所有最新的 然后最多的研究到我们科教管来 就是希望大家说 透过这一次之后能够回去 去连接到自己课堂上的学习 然后重新喜欢上科学教育这样子 台湾科学节今年迈入第四届 参展商逐年增加 摊位约有160摊盛矿空前 透过新奇又有趣的动手探究 演示及体验方式 启发全民对科学的兴趣与好奇心 我们今年总共有五大区分别 第一区是多元学习 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 不完全是科学类 例如说艺术教育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们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我们也带来这边推广 那另外B区我们则是讲有序环境 主要是对于就是 环境保护有关的议题呢 我们都把它囊刮到这边来 那C区则是科学科技 我们走的是大专院校 以及国科会 科教十座学门的二十几座学校 他们一起来展示他们的最新的研究这样子 还有就是第一区我们是 STIN 也就是跨领域的学习 那这边有一些是学校的老师 他们有带学生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跟科学玩具有关的公司 他们也有来这边摆摊 就是希望把一些新的东西 推传给大家 那最后还有医区是全民园教 我们今年有跟东区籍专科的 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合作 那他们也会带来二十一所的这个学校 他们都有来摆摊 展示他们最新的这些就是传统艺术这样子 其实科教馆独有的独有的 就在科学节的第二周的礼拜五 我们设为一个是校园日 就是希望说 这么多的摊位 我们不要是只有期待六日的时候 请家长带过来 我们礼拜五的话学校 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带整团学生过来 所以我们其实有发文到各个学校 但我们发文的话 其实是北北基讨 就是让他们今天 能够来我们科教馆免费参观 对 所以今天的是校园团体 我们馆都是常常免费 然后外面的摊位也是免费这样子 教育部推动台湾科学节 希望科学普及化 让学习科学及运用科学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学习科学也可以变得轻松愉快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紫黄玉茶是来自南投渔池的山区变异种茶株 味香入喉不苦涩 茶农李江源当初发现时 茶叶一年四季呈现不同的色泽 味道也有所不同 独具特色 趁着台湾科学节展览 来台推广好风味 浸泡茶叶倒入茶杯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取名为紫黄玉 页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这样的变异种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在野外的正常状况 都是绿色的 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半夜的变异株 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 偶尔它才会 大概几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一堂红茶 超多人在种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开 可能变成后起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公跟我说 没有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 然后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我公公就泡给我喝 那他也拿就是当地 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 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那时候喝的时候 真的有经验了一下 对就觉得真的就是 跟我平常在喝到的红茶 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真的就是酒泡不胜 不像说我们平常泡红茶 要赶快把茶汤沥起来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觉得 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色 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 秋天煮黄 冬天就变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 还有什么蜜香 都有 他们就叫我一直推广下去 适逢科教馆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 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因应全球新科技浪潮 台北库克云系统结合AI技术 推出全新整合型AI智慧教学辅助系统库AI 不但可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提升英语口语能力 还能够协助老师出题 帮忙批改作文 让教跟学都更有效率 台北市长蒋万安安 教育局长汤志明 与日新国小小朋友排排座 用AI小帮手进行问答 讲万安的妙问 引来师生们哄堂大笑 老师 我的问题是 每天学校功课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 如果AI小帮手回答 学生们 我明白你们压力很大 每天有许多功课需要完成 但你们要知道 功课是帮助你们 拱付课堂所学的重要方式 不过 我们也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适量的修行和娱乐时间 也是必不可少的 蒋万安表示 AI导入教育是六读首创 教育局今年运用AI技术 让库克云有突破性的进步 台北市将持续培养 学生正确的资讯观念与素养 利用科技推动教育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骄傲 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们台北市正式 让AI导入了教育 我们酷AI系统正式上线 我想大家看到 刚刚陈孝伟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艳 陈孝伟刚刚说 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 大家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 都看到了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人工智慧在各个领域 都积极地在做各项的运用 我们希望让AI人工智慧 能够导入到教育 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上 更有效率 更快乐地学习 而且更聪明地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酷AI系统 能够带给学生老师 更好的学习以及教学品质 刚刚看到我们对学生来讲 不只是可以有英语口语辨识 还有评量的功能 另外还有学生如果碰到任何问题 只要透过这样子像对话一样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一步一步教导 他不是马上给你答案 我刚看到他题目是说 900要加减多少会是23的倍数 他没有马上给你答案 而是说那你要先了解23的倍数有哪些 循序渐进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AI人工智慧它强大的地方 对于老师在教学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AI辅助批改 来协助老师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地协助孩子在中英文作文上面的学习 总统这些我相信对于台北市来讲 未来孩子们学习 以及甚至从小学 国中高中 甚至未来大学入社会 都会提高大家的竞争力 前一阵子我看到 NVIDIA 黄仁勋创办人 他再次来到台湾 他在鸿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跟鸿海有合作 他们要打造一座AI工厂 而且应用在未来包括智慧电动车 以及他认为未来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场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构有效预测模型 每堂课可勾集最多105个学生有效的学习因子 并使用8种演算法建立学习演算模型 库AI系统提供3加2项AI功能 包含三项帮助学生学习的 AI学习小帮手 AI口说练习 AI学习加油站 以及两项有关教师教学的 AI辅助出题 以及AI辅助作文批阅等功能 引导学生运用解决学习问题 同时让教师教学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学校学习甚至是在家里自学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步骤 然后呢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后去搭配AI他们所提供的一些题目 慢慢的由简入繁 可以慢慢的去达到每一个学习目标 我相信他们的学习就会比较扎实一点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部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小朋友他们一个学习的具体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目标来做选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去 去了解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状态 然后再提供一个适当的一个教学补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可以用AI 它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AI问一些不同的问题 它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它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它会带你去用你之前学过的东西 去深入了解这一题 因为我相信现在小朋友3C的操作能力 都还蛮强的啦 所以呢 他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鲜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同时呢 老师就可以不用那么大费唇舌 一直在台上这样子讲解 透过这个他们跟IC 这个3C媒体的互动 其实他们会学得更有乐趣 请看 酷AI系统正式上线 全市师生都可以使用 为了让学校师生更熟悉这套系统功能 教育局找来17所示范总子学校 透过示范学校的教学使用经验 带动全市师生都能将酷AI 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力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市议员在前卫副部长陈时中 现任立委蔡世英 议长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登记参选立委 陈时中蔡世英和同志委 希望用行动支持 喊出票投郑文庭 才是基隆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 郑文庭动算 文庭文庭文庭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来到金融市选委会登记参选 除了立委蔡世英 以及金融市议长同志委 年前卫副部部长陈时中 都现身为郑文庭加油打气 要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国会如果没有我们的立委在里面 帮我们能够坚守各样的法案 各样的协调 其实也是寸步难行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 我像曾文庭这样优秀的委员 能够见到国会 从法律的观点来逐项 检视我们各项的法律 让台湾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今天请我们这个 应该是律师袍吧 也是代表我们正义的女生 我们大家一起听她进国会 这样好不好 好 我非常感谢陈时中部长 蔡世英立委 以及同志委议长 自证我正义女神的画像 天秤以及宝剑 我会记得正义女神的精神 为社会的正义发声 我会关怀每一位基隆市民 我会倾听每一位市民的声音 我会注意每一位广大基隆市民的需求 我会照顾我们基隆的建设 造福乡礼 关怀弱势 找回基隆的荣光 请给郑文庭赖清德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 立委蔡世英在一旁陪偷 用行动支持 希望可以顺利交棒给郑文庭 未来在立法院 当然真的还有许多的药物鬼怪 需要文庭来努力 同样道理 在地方上还有很多利益共生的团体 我觉得不能够让他有机会来担任立法委员 因为他们担任立委之后 只是让他们过去长期把持的派系环境 长持把持的利益团体继续维持下去而已 所以在这边我们期许文庭 未来有机会获得基隆市民的支持 进入立法院 为我们的基隆市民 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议长同志委及党籍的议员全都到场 大力推荐郑文庭 并送上保健 象征勇于揭蔽 挑战权贵 强调郑文庭 绝对是台面上最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可以代表基隆 真正可以接棒蔡世英 可以让我们基隆可以更好的一个立委 候选人 他就是唯一的选择就是郑文庭 我想我们基隆 接下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我们军港西迁也持续在进行中 我们有非常多中央跟地方的连结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 从林永昌卸任之后 我们的整个市政建设 我们的大型建设 都相关都有停滞的状态 我想我们的市民 期待的市民更进步 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更好 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来支援我们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所以恳请大家要支持台湾价值守护台湾 过去的八年大家可以看到改变 接下来的八年我们需要持续的进步 国家需要进步 城市也需要进步 恳请大家支持赖清德 为了帮助罹患重大恶性罕见肿瘤的国立海大附中林姓学生 海大附中跟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共同协助募集抗癌基金 校方办理温暖抗癌祈福记者会 市政府也响应认购书籍 为林同学募集抗癌经费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亲自鼓励林同学勇敢面对 努力战胜并魔 希望今夜可以早日康复 平平安安回来跟我们一起上学打球 很想念和你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 在学校打打闹闹 有说有笑 一起吃午餐 在体育课打篮球 虽然现在没办法跟你一起打 但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 我等你回来跟我一起打球 这个疾病 百分之九十九的复发率 百分之九十五的致死率 让他很绝望 也很痛苦 所以今天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到这边 伸出你们的援手 告诉敬艳他不是一个人 有这么多人 愿意帮助他 这么多人 帮他坚强的后盗 海大附中 渔业科的班导和同学 一起为罹患重大恶性罕见肿瘤的林同学加油打气 在这场温暖抗癌祈福记者会中 海大附中与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及家长会 感谢市政府响应应制和认购书籍 还有海洋大学国教署与各界的爱心涌入为林同学募集抗癌基金 校方说两周的时间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募款募到超过百万元 让林同学能安心进行化疗与标靶治疗 那我们周大观当然是兼了2600册的书 有13种 大概算一下应该是可以募到100万 最基本的因为将来的路真的没有底线的 那我是很佩服敬艳的勇气 他一般现在在治疗的话都要休息 他因为是一个担心 他知道妈妈很辛苦 他希望赶快毕业进大学赶快去工作 所以这样的精神我是很感动 家长会发起了募款的方式 因为他的家庭经济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帮这个孩子 那我们目前的话第一阶段是 依据就是说根据就是他的那个 每一个阶段可能会用到的营养品跟药物 就是每一个阶段 那初估第一阶段我们会帮他 就是说希望可以募得100多万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第一阶段的募款已经达到目标 所以说我们就是停止募款了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就暂停 我们把社会的资源可以留给更需要的孩子们 他每次进出医院化疗费用一次是六万块 就如同他在前两个礼拜刚化疗完毕 那刚化疗完毕他目前他的医院的医疗基金还是欠缓在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次的募款去帮经验同学去 结清一些医疗基金 相对的他还有所谓的生活费还有营养金问题 所以目前评估他大概需要费用在100出头 那目前感谢社会大众我们已经募到120几万 而且今天陆续一些募款基金也进来了 所以呢可以达到了150几万 所以目前第一阶段呢已经达标 所以呢还是感谢了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些支持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也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的陪同下 亲自到学校鼓励抗癌斗士林同学勇敢战胜病魔 因为系统长市长一直很希望打造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所以每一件大小事他都很关心 那我们的教育处的杨蔡毅处长 他这回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 所以我们首先希望捐赠15万给这个基金会 做大会基金会买书 然后把书呢给我们所有教育处的学校们 当然我后来今天早上也临时还知道说 我们社会处同时也捐赠了9万块钱 我相信在基隆爱心不会少 那我今天最要觉得最了不起的时候 我们林同学非常勇敢 你坐我后面 我必须要跟你说你是最棒的 然后呢不要担心 没有问题的一切都会很好 你会在我们海洋大学 许校长做了可能20年吧 你还在 你还是节出校友还会再回来 就绝对没有问题 加油为自己打气 周大观基金会也借此呼吁政府 能以公务预算成立癌药基金 来挽救宝贵的生命 那我借这个机会借着你们这个镜头 我很期盼总统候选人 我希望他能实践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用公务预算编所谓的癌药的基金 因为现在因为健保一直压缩一直压缩 所以说那个癌症的治疗又没办法等待 等到他可能合下来之后 这个人已经走掉了 所以我希望跟国外的所有的欧美国家 的先进的医疗的这样设一个 公务预算的所谓的癌药基金 海大附中说林同学的梦想是进入海洋大学 就读学习渔业技术 校方感谢市政府与民间和全校师生的爱心 来帮助罹患重大恶性罕见肿瘤的林同学 能尽快度过这个难关 朝着人生梦想迈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 在这次总咨询时首创 邀请口译老师进入议场里面 将他和市政府官员的对答现场翻译成 阿美族语服务原住民同胞 另外陈明健也争取禁脑卡比照双北做法 降低原住民长者适用的年龄 基隆市议员陈明健在议场 咨询基隆市政府官员有关原住民教育等议题 所以我也有义务为我们的族语来做这样的一个推行 所以今天来同步来翻译我们的阿美族语 陈明健也提出 基隆市进入议卡应该比照双倍 将原民长者适用年龄 五十五岁包括我现在算是也是老人的老人级了 可以参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对他们进老卡的申办 把原住民的岁数提降下修到五十五岁的原住民 对此谢国良回应表示认同 也承诺将朝这个方向推动 进老卡的申办是市民一般是六十五岁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五十五岁 是不是然后北北桃都是这样 唯有基隆市没有 那我想看看 想请问一下议员 这个五十五岁跟六十五岁的原住民的 目前的人数大概是有多少 大概一千两百零亿 一千两百零亿 一千两百零亿亿争过 乌诚客 一二零亿 这样的衍生的费用会多多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比照才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因为我们现在基北北桃 大家慢慢生活圈一致 各方面应该是要一致的 好不好 我们是网跟北北桃都是一样 把进老卡原住民的身份把它降到五十五岁 另外陈明健也关心原住民专班 及全民原教推动情形 希望有效延续原住民文化 并减少歧视情况发生 陈明健同时提出龙洲赛副办 以及原住民文化金刚站接驳等问题 更提到最近很夯的台剧 八尺门的辩护人 正是在基隆原住民社区海滨国宅取景 呼吁基隆市政府把握机会 发展当地观光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基隆潮时尚活动 11月26号在基隆港C2号码头仓库登场 有真知女王称号的设计师潘怡良 将透过科技AI生成影像技术 融入基隆在地独有的回忆和前卫 模特儿走起台步 搭配流行时装 艺术感和时尚感十足 基隆市政府大玩科技艺术和时尚 将在西岸二三码头 举办基隆潮时尚活动 我们最近正努力推动 西岸的整体的城市发展 包括观光 商业 以及族市更新 所以能够选择在西岸 西二三仓库来举办这个活动 它是一个历史建筑 非常有意义 而且它有 真道里面的朋友就知道 它有它那个很特殊的 这个底蕴站 所以很适合做时尚活动的发表 那另外我也在协助 西二 西三仓库的招商 也希望最近会有一些好的成果 所以总之在这个时候 邀请这个潘映良老师的团队 来西二三仓库 来办理这个潮时尚活动 我觉得正在最好最好的时机 基隆潮时尚活动记者会上 特别安排了现代舞演出 另外潘映良老师带领时尚大秀 运用科技艺术和时尚 演艺出基隆特有的在地文化和历史 很难得就是我结合就是那个 金木卫的他艺术家的生成艺术的作品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呢 就是做成布料 布料再做成衣服 然后对来讲也是首创 那也是算是第一次用生成时尚的 来做一个展演 那也结合 而且很高兴 新的处长 因为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基隆这地方 那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是把 时尚跟科技能够带到这里 那都有个机会 我们为了要推广 让这个时代办手里更有这个特色 所以特别跟潘映良潘老师 一起来合作 那大家也知道潘映良潘老师 是国内外众手接知的这个真知山女王 然后希望他之前也在台北时尚周 也办了自己的展 那希望透过潘映良潘老师的影响力 让我们这个金融办手里的这个产品 可以顺利的推动出去 头痛时间应该是下午 下午两点一直到四点 然后中间当然就是也有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模特的走秀之外 然后还有这个金田创作的这些舞者 然后为了大家带来表演 然后其实刚刚市长有提到 有这种AI沉浸式的这个体验 然后也会投射到我们这个 C2 C3的码头的墙面上面 然后我相信应该是金融第一次 但是金融第一次有这样的 比较时尚跟这个办手里 做一个结合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可以带来不同的火花 金融潮时尚将在11月25日 在金融港C2 C3码头登场 现场将运用光影音乐和时尚走秀 让日志时期的历史仓库 呈现现在和未来的交错感 政府希望透过时尚方式 让更多人发掘金融港西岸之美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提醒市民朋友注意 最近很多人收到欠缴水费的手机诈骗简讯 自来水公司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去点简讯里面的不明连结 先向水公司查询确认 画面上这则简讯就是许多人接到的 欠缴水费诈骗简讯 简讯内容提到欠费275元 再不缴费当天就要立刻停止供水 利用民众恐慌的心理 因此自来水公司特别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点入简讯里的连结 避免受骗上当 特性都是欠缴水费275元 而且就会在当天停止供水 那提醒民众不要惊慌 接到这种简讯的时候 不要打开水费吹缴简讯的连结网址 请拨打我们水公司的 1910的免付费专线 或者是各服务所各营运所的专线 或者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其实我们公司的吹缴 我们原则上 我们也不想拆用户的表 因为有时候用户很忙 忘记缴水费还是怎么样 我们原则上 我们会到用户的用水地址去贴单 或者是打电话 那如果都没有来缴的时候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简讯去吹缴 可是我们的吹缴简讯 绝对没有连结可以缴费的网址 自来水公司表示 目前在官网上也有加强提醒民众 诈骗简讯横行 误任意点入连结 再次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提高警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弱陈之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